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变得生动有趣 就是完全就是 照主人的方式去画的 不会说去很限定 就是用卡通文物啊 或者怎么样去做的 对啊 画得比较自然 这边的彩绘主要 以客家文化为主 不像其他彩绘 有些是以动漫为主啊 或者是有些 并没有特别的主题 就是各个创作 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那这边很明显感觉到 我们客家农村的一个气息 一鸣记杀大猪 客家打七霸 财神爷 和各种客装龙芒景象 彩绘范围广 转角就能遇见一幅 成为网友口中 隐藏版彩虹村 这些全出自 阮桥女婿吴尊贤 阮桥社区一个 棚理市长的一个建议 然后刷上白色的漆 然后涂上去 基本上小黑文 应该会怕白色的漆 因为它反光作用 基本上是为了 环保的议题啦 然后来白色的漆 刷上去之后 再涂上一个彩绘下去 所以彩绘就从此开始 蔓延开来了 这里的彩绘村 仅仅470多人 8年前因为社区老专屋墙面 长满青苔 资深小黑文 里长提议把墙面刷上白漆预防 但吴大哥认为 一整面白漆有点无趣 不如来画点不一样的 仔细一瞧 这里的彩绘没有卡通人物和动漫 而是在地客庄的日常生活 全都是吴大哥的原创作品 台湾很多彩绘出现在 基本上已经充斥着 所谓的日本的文化 所以基本上 我的图版里面是绝对不允许出现 这些所谓的动漫 我想说呈现我们客家 最原始原汁原味的一个人物出来 但要在纯樸的客家农村 彩绘别人家的墙壁 可没那么容易 除了爱家爱户慢慢沟通外 还得靠从小在阮桥长大的老婆范美爱 来说服老邻居 我觉得她很疯狂 那时候刚开始就觉得她好疯狂 因为我从那边从小就很长大 所以对一些那叔叔伯伯那些 我也比较熟 有些我可以帮她的 就尽量帮她 去陪她去跟那老人家沟通 就说你的墙要不要让出来 你还是继续画 你先画别的地方 至少就是说 别家还可以让你先画 你先去画那一家 慢慢慢慢的 她看到一些就是说 还不错的感觉 然后她也许就软化掉 就会让你画 结果她就真的就是 那一户人家就真的软化 就请她说 你还是帮我画好了 那随便你画什么这样 老婆的鼓励变助力 不是科班出身的吴大哥 却有满腔热血的艺术细胞 居民看见 原本又黑又脏的老砖墙 变得干净活泼 吸引游客拍照 也纷纷让出自家墙面 让她作画 她开始利用假日 下班后彩绘 无论高温38度或是寒流来袭 她坚持不收酬劳默默创作 刚开始不是每一家都愿意啦 后来经过哎哟不错 感觉的效果还不错啦 就陆陆续续就 就说哎好啊你也帮我画啊 那吴先生的目的出发点 他是让软球社区活起来 花了三年多 让一公里的村庄焕然一新 处处有惊喜 让社区活起来了 但这样还不能满足吴大哥的创作热忱 他开始将触角延伸到岳父家外墙 基本上我是五年级半的人 从小大概漫画出看到大的 所以基本上这些理念 或是老人家教的客家艳语呢 我都紧记在一心 透过我的一个记忆呢 能够把这些图呈现出来 所以我享有相对能耐 毕竟这是我的记忆所画出来的 这边里面很多客家礼语 它本身呢就在图里面呈现出来 每一格每一格 这张图呢大概有五大格 从腐败的社会到人类的沦陷 到文化的流失 到孝心的轮上说比比皆是 所以这是我的五大区块这样子 这幅千人奇幻屋是吴大哥 花了五年多才陆续完成 勇色大胆就像大型漫画书 也是游客来到阮桥 比拜访的经典作品 远看让人眼花缭乱 细看里头才知道 他想传达的社会感触 那这个点呢是我岳父岳母的家 希望送到一份很大的礼物 我就画这个千人奇幻彩屋 希望呢能够把人潮引到这个地方来 让我岳父岳母呢 平常呢就有客人跟他聊聊天 我们就以这张图为例 我觉得现今的社会呢 有三种东西会残害我们世界 一叫做手机 我认为手机呢 基本上台湾人已经玩过头了 第二是Computer 电脑 我相信现在年轻人 根本不用睡觉 被电脑所残害了 第三个呢是电视 电视也大家看坏掉了 所以都需要做 所以我相信呢酒做等于坏 所以台湾呢 基本上是被这三种东西 所淪陷掉 所以有一天呢 基本上台湾是没有国力可言的 所以把这张图呈现出来 客家礼语呢 以前我们请平安系拜拜呢 有八道菜 叫洗温洗潮 这个是蛮复古的一件事 但很多年轻人忘了 我把它凸显出来这东西 到底什么叫做半桌 让后代的人能够知道 我们当初呢是怎么呈现出 当时候的一个农业景气 繁荣的一个现象这样子 观光人潮走进这个淳朴小镇 自家成了有温度的观光景点 原本显来无事 只能种种田的长辈 现在也当起导览员 为慕名而来的游客 介绍阮桥之美 这里的客人来就是 比较有伴一点 不会无聊啦 客人来都会聊天啊 什么啊 讲什么东西啊 还好啊 客人来都是有伴啦 不会有故事 其实当初完美化千人彩绘屋之前呢 中午他们就睡午觉啦 待会就煮晚餐啦 必须是蛮无聊一件事情 当我把千人彩绘画好之后呢 他们基本上就陆陆续续的呢 有游客进来 他们变得非常非常开朗 感觉很年轻啊 夫妻俩平时忙上班 闲少时间能陪伴老人家 把彩绘当作礼物 希望游客代替工作时的他们 陪陪长辈 门口摆起小摊位 卖起自家煮的仙草茶 复古冰 长辈有的忙了 个性也渐渐开朗起来 庭院内的悄悄版摇摇梦马 都是岳父亲手制作 看见孩子们玩得开心 老人家心里跟着暖起来 来 来 厉害 从未出坡走上一 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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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走进阮桥 不论老旧爱芳 电线杆或是马路护栏 都充满客装风情 大小朋友在玩乐中 轻松亲近客家文化 老旧社区换上新衣 有了新风貌 但吴大哥没有因此停止作画 反而把触角从室外延伸到室内 客家经典的话 像这一句是我从小到大的一句话 但是可能搬不上台面 这一句欧小巴 那现在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拉肚子的意思 很少人会讲这句话叫欧小巴 我是五年级的人 这句话如果你能够讲得出来的话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经典 我们讲的客家话 应该大概十年之后 大家要忘了这件事情 客家语的推广 客家语的我认为画这种图 才叫经典 利用这个比较一个凸俗 比较一个搞笑的方式 让来的游客能够记起这种客家话 自家的室外厕所 现在开放给游客方便 楼梯间 厕所外 全都画上灰鞋幽默的客家礼遇 上厕所也能够会心里笑 我认为画到我不会画为止 画到我不会呼吸为止 我认为这才是我一个重要的一个 当作画图出画点 人生在于在室内画个图 做个纪念 让我们这一辈子走得不要不冤不瓦的 精彩度要够 所以我就拼命化 爽朗的笑声 乐观知足的吴大哥说 其实彩绘的背后还有一个初衷 游客一匹匹的进来 我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一个观念 就是说 老人家需要人家陪人 这是我当作彩绘从始至终的理念 彩绘是其中一项而已 吸引他们上来 让这边的老人家呢 到老时候会有伴 这是我彩绘的一个最多的一个宗旨 带着初衷作画 老人家有伴了 社区也被看见了 那个改变喔 像脱胎换骨一样这样对啊 因为本来是人潮都是只有经过而已 然后现在他们愿意停下脚步来 我们就发现说 现在慢慢慢慢的不一样 社区越来越多人在走动了 在任何地方都 早上一起来碰到人 就打个招呼 大家就是这个人情味 是别的地方 跟都市里面完全没办法比较 过去总与人擦肩而过的老化俱落 一位女婿傻傻彩绘改变巷弄样貌 让游客走进来了 开启与在地居民的深度对话 感受阮桥社区浓厚的人情味和浩克精神 也让传统客家农村找到了 缤纷未来的新神名利 或许他们不会当忘掉 曾有一个人画过彩绘车 竟签